首先在做个极速的澄清 以下这幅底图只是一个例子 我绝非针对人,绝非针对这个留言 因为在我上次黑天鹅事件的YouTube影片 有些人跟我反映 为什么你一开始说话这么快? 当然我塔尖乱临说话快,其实已经很出名了 但绝对不会快到那个片头这样的程度 其实只不过因为那个片头的部分 它是一个回顾,所以其实它不是重点 而且去到那个重点起动的部分 其实我是调整正常的速度 所以其实在那个回顾的部分 我是在制片的时候 将它的速度调整了2 让大家可以听到有点点印象 你明白吗? 勾起大家的印象 但又不需要那么深入去 从头听过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可能会快到 大家觉得过山车这样 但如果你真的有心想去听清楚里面的内容 我建议大家可以播那条片头的时候 在YouTube有设定的嘛 你们知道吗? 你可以教那个play speed 成为0.5、0.75这样 OK? 好,我也在这里做定一个预告 就是说黑天鹅那个片的part 2 如果我会出的话 如果那里的反应是达标的话 我当然就会出 在接下来的part 2 其实是会有很多的理论 我每次西人占星讲理论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人在这里投诉 哎呀,不懂听啊 哎呀,快点讲重点啦 快点讲答案啦 对于这些全部的complains 这些无理的request 我是全部都不会entertain的 说真的,其实每年到新年 那些中式师傅都会跟你说 哎呀,五黄星又怎样 三碧星又怎样 今年又有什么龙德紫微 天月桂仁 或者我们接下来走狗运 狗子离火运 其实我想说这些术远你通通都不懂的 那为什么你不去吵那些中式师傅 而要走来吵我呢? 说真的,我已经不是继续为了出片而出片的人了 我每次出片都是贵声不贵多,言之有物的 这条片最多用你一个多钟 说真的,你听其他YouTuber在这里吹嘴 真的完全吹嘴 你听他每次的影片20分钟 你听他三次都跟我打一个和啦 而且我每次都是有东西的 时地人士都会跟你说发生什么 是不是中了点的 所以就不要在这里犯我啦 听不明白就重听 不想重听就不要听 另外就有人私下问了我一个 我会觉得是挺好的问题来的 他就问了,其实你说很多语言都是中了 但是改不了,其实之例有什么用呢? 我给的答复就是 其实你都改不了天气 但是你会不会因此不去看天气报告呢? 就并不会的 因为如果你知道来这样会下雨 你就会带定姐出街 如果你知道好天就会出海 出海啦 所以其实你知道那个未来 不是叫你去改变那个未来 而是叫你去改变自己 无论由现实心理或者宗教灵性的角度 你去找一个 叫做playlist 英文叫playlist 中文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叫什么名字 你自己翻译吧 其实我已经是有不同的playlist了 有些playlist是专门放弃我历来的塔前南星座分析 有些是专门放弃星座分析 有些是专门放弃我语言的合集 有些是专门放弃学的FAQ 所以大家在这里就会发挥到很多的宝藏 还有在这里顺带一提 不单止要订阅我啦 麻烦麻烦 按开那个通知的铃铃 即是那个 notification bell 一个小钟的物体 OK 在我每次出片 或者其他材料的时候 例如我的社群的贴文 大家就会收到通知 而不需要等我在其他的平台 例如Facebook,IG,MEV那里 去作出通知 容许我多说一会前言 稍后就会正式入正题 讲水翼 在我上次的黑天鹅的视频 我都说现在算命已经排到12月了 什么叫算命的服务呢 总之你根据google doc 由service.com 打喉一直到service.com 那些都叫算命的服务 这队已经长到将军澳了 所以我出现那条片 也有更多的人找我 所以做一个小小的宣布 正所谓水涨船高 那个价格 很多算命服务的价格 其实已经做了调整 也要做第二个宣布 就是说 接下来 农历9月的塔尖乱临星座云势 相信我都没有这个精神力量 去完成给大家 在这里说声不好意思的 面对 大家可能会觉得 哎呀 我现在就没有那些吹急避空的感浪 其实就不用担心的 因为多一些去看我 不同平台的投资 整天都会有很多小感浪给大家 尤其是在miri的那个group 最近 就是这个weekend 25、26日 星期六日这个weekend 在我miri的group chat 是非常丰富的 有很多的尖声讯息可以带给大家 还有也有很多娱乐性的元素 所以大家就不用太过担心 哎呀我是不是抛弃了你们 不是 只不过我真的是一个人 并不能去做太多的事务 分身不客 说起算命服务 现在这些年头年尾的时节 就是 就是一些 就是一个旺季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会去算榴莲 正如我现在这个底图 大家看到的一些榴莲的好评 我真的要提大家 其实呢 榴莲在西洋占星来说 是不需要等到年头年尾才去找我 就算在年中 可能六七月找我 我都会跟你说 未来三百六十几天的那个运势 为什么呢 因为在西洋占星里头 星星是有自己运行的鬼息 我们就并不受一些calendar month 或者是calendar year 去限制了我们那些 就是星体的行动 而限制了我们那个 生命轨迹的发展 就是我们不像中式 例如中式今年是牛年 新炒年 下年是任人年 所以你还要趁这些每逢 就是专年的时候 你要去算榴莲 但是呢 在西洋占星来说 那些行星是不断一个 继续的 就是一个process 它不断在这里行的 所以其实 你任何时候去算榴莲都可以 不过当然 其实 如果有些人是 熟星的话 都会知道 咦 我们不是有些东西叫做木星周年吗 或者solar return吗 是的 但是呢 我是做古典占星 在古典占星 算榴莲 那个玩法就不同的 就不会用到木星周年 或者solar return 好了 终于要延贵承转 看下这幅图片 所有有颜色的格格 都是今次天平座水星逆行 那个影响范围之内 最早于9月6号 最迟于11月3号 都是整个影响的范围之内 当然最严重的话 其实会由深红色的26、27号开始 926、927 28、29、30到10月1号 然后就去到10月17号 都是一些比较 黄金的阶段来的 这里 不是说黄金 因为它是不好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一些狗屎的阶段来的 至于那些颜色的阶段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里解释一下那个传统给大家了 不过其实大家经常去 就是看我的帖子 我都会经常说 有些东西叫阴影期 基本上就是说 其实水液 不只是那个阶段 就会出事 其实前前后后 已经有一些力量 慢慢开始滲入 之前 或者是之后 还会有些少少余波未了 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叫 闻阶段 OK Pre就是解之前 Post就是解之后 OK 但是还有一个东西 大家会看到 就是有些东西叫做station Station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经常说水星逆行 其实一个水星 它是顺行的 本身是向前行的 但是它现在逆行 就是它要打到退 但是你想想 由顺行到逆行 你去转 那一下 OK 你要去转你的动作 其实你是否会停了一下 OK 那你中间定格的那个时候 就是叫station 好了 根据这里的图表 我们就会看到 其实这次天平座水翼 那个 最后的影响力 是会去到 11月3号 是不是 但是我就提大家 其实呢 拜托不要相信 这个11月3号 因为基本上 其实整个11月 都还有很多东西玩的 在这条片之后 最后最后 是会有一个解释的 今天我要带给大家 第一个讯息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有什么要买呢 尽快买 即刻立即买 不过算了 其实 明天已经是水翼的正式的时候了 那你 都应该是争取不到这个时间去买的 但是例如我 一年我买了两双跑步鞋 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还记得买鞋的时候 因为已经是踏入了水翼的阴影期了 我就不断和那个 店员在那里查询 什么是查询呢 我确定他没有 就是给错鞋我 因为我 我是试过不同的鞋款 不知九号半十号 我之后选十号 之后呢 我临到付钱之前 亦都要去 是不是十号 我自己又看一看 因为水翼 是很容易出错的 拜托 而今次的水翼 是会影响到任何的购买 而不单止 电子零件的东西 我们每次的水翼都有一个 general theme 就是说 很容易影响 一些电子零件仪器的东西 因为水星影响 而水星就是这些电子的东西 但是呢 今次因为水星影响 是发生在天平座 所以任何的买卖 小指一个橙 大指一栋楼 都会容易烂 或者是烂尾 这个Wordplay是不是很好呢 不是Wordplay 你会容易买到烂铲 或者是烂尾楼 为什么呢 因为天平座 就是掌管交易的 大家想想天平座的样子 其实都不需要想那个 你不需要想那个占星的象律 你只想想什么叫天平 一个秤 秤我来做什么 秤不是我来打人的 是我来做 就是以前的商业交易 大家要秤一下 你这里的金钱够不够重 是不是 你那些东西 你明明是我来做商业活动的 所以为什么 这次 全世界任何的交易 真是小资产 大资楼 都会容易出问题的 还有我刚刚说的 这个南美楼 是没有夸张 这个也不是一个 随便举的例 因为这次的 这个 所谓影响到的 不是说所谓 就是这次影响到的 那个交易 原来真是特别会影响 楼宇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天秤座的主管星是金星 然后金星是掌管物业的 所以大家真的 不要掉以轻心 而且说真的 你买个难产 你回去你没虚了五六元 你不值过产 但如果你真的买了那些南美楼 那你就糟糕了 好 有关这个南美楼 其实我在上次 那个黑天鹅那条片 已经有一些探讨了 而我近日 亦都是出了一些 帖子 无论在 Facebook Ig MeV 都好像是 各大平台也有出帖子 亦都是探讨 来着本地的一些 楼宇 OK 近新的消息 原来 在红磅有一栋 新的楼 叫曼桥 曼谷的曼桥 左的桥 听起来好像 银瑶的小说 或者是 一些很不正经的 情婦的名字 曼桥 Anyway 话说 银行是 不做按揭给他 对 对不对 就是银行 不批按揭给那些 买楼的人 好像说 所以这些东西 都真是 很敏感 很敏感 来着这个 楼宇的市场 真的会有很多 风波 上次黑天鹅 条片 就是在 上周 18、19号 那些时候出的 果然 在 过了周 的 Monday 在20号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 港股的市 是 吓得 吓死人 内在因素 有 地产 大妈 收到一些 政治的指示 的这个消息 出炉 OK 是会 使得 市场 会有很多 荒乱 外围的环境 亦都有 恒大爆煲的 OK 所以呢 真的 我 在之前 那个 渔村10月的 片 说 九月中开始 会 果然是中道 飞起 但是 其实呢 我在这里 做了一个 记得 我不知道大家 记不记得 尤其是早期的 粉丝 遲那些都不知道 但其实呢 其实我在 最早 我在2019年 我已经是 不断 在这里 不断 不断 我不单 在自己的 平台 提 大家 我也是在 不同的 群组 我都会 经常留言 就说 我想 我不是只是提 我的粉丝 我是想提 整个地方的 全部的 Citizens 是我的兄弟 手足们 喂 麻烦你小心 2022要爆 那现在 果然 生育肉来 风满流 所以呢 大家 麻烦你 将 就是我的 这些post 多些分享 给人 OK 那就功德无量 因为 不单 是 自己知道 要怎么去应对 亦是救了很多身边的人 而在最近 这些敏感的信息 就是一些新闻 可谓一浪接一浪 最近有行政长官林鄭月娥女士 就在这里说 其实 政府有需要的时候 是可以透过公权力 收回 发展商的私人土地 去兴建公屋 去增加供应用 这里对香港的资本主义 其实是会造成一个恐怖 心理现象 以及大家 亦都可以预计到 咦 未来 真是 在楼市市场 可能会 无端端多了很多 供应 在这两方面的 夹击之下 未来 楼市会如何的走势 我相信 聪明人 已经会 略知人意 一不离意 邓承波家族 波叔 自从 波叔 离世 之后 在四个月之内 沽近8亿的货 忽然之间 推出了很多很多的物业 这个世界上 事出必有因 就不会死错人的 尤其是 这个不会死错人 我不是提供波叔 这件事 但是我是说 他们这个家族 沽出很多物业 这回事 OK 即是 有钱人 搞这么大的动作 一定是有原因的 还有这宗消息 跟上一宗 行政长官说的 是有一个 遥伤呼应的 土地供应忽然之间 增加这么多 密尔罕为贵 但是如果不罕有的话 就会便宜 还有 一不离二 二不离三 在最近这个9月中 亦都有 第二单 还有一单消息 就是说 中国 最近 禁了 crypto 就将这个 视为 违法 看一下 正如我 早于今年6月 做那个直播 说 渔村10月 一起 一起 都是 9月中 开始来了 甚至 蔓延至 整个10月 而且跟我那次说的直播一样 我直播说的一样 它真是打击一些外币 当然crypto 你说它不是叫外币 它是一些电子币 但是都是一些货币的东西 而且它是打击炒卖 因为crypto 你是拿来炒的 是不是 看怕这些东西 都是会波及 轮近地区的了 准开有条路 其实 早于我 真的很久之前 那个叫做全球华人 已经有做的 2020年做的 OK 那时候我已经在说 一路之后世界的变化 大家真是真是 麻烦要重温 好了 在那次2020的直播里面 我已经有说 2021年 某个 某个 某个国 投资 借贷 外国债务 就会由北面开始爆 例如它 吃鸭 很出名的地方 吃田鸭 很出名的地方 然后还有那些 吃虾 麦瓜 很出名的地方 然后还有那些 事口目目 成吉思汗 是的 而由那时候一直以来 我都经常说 喂 北面呀北面呀 东北面呀东北面呀 小心点小心点 果然大家看看 其实现在 东北面 是果然出事了 According to 这些专家 不是说 哎呀 现在整变神州大地都有事 而这个东北的地方 是整个神州大地 首当其冲 是整个经济下行得 最 下滑 下行 最糟糕的地方 是 最 糟糕的地方 知道什么叫做吗 最糟糕的地方 也就是说 我以前说的东西 已经是应验了 这件事呢 不是说它 好像开始来了 开始爆 是已经应验了 所以在这里做一个小总结 也就是说 我们见到 咦 来着楼价 股市呀 那些金融呀 都会出现很多的乱象 其实正正就是 跟今次 水晶亦行于天平座的那个意证不谋意合 来着全世界的商业社会的一些交易 都是会出现大问题的 也都解释了 为什么在上个星期 上个weekend 我那条黑天鹅的视频 我最后我会留了一条尾巴给大家 就是说 来着呢 全世界的那些 那些 和平啊 那些和系的人际关系 都会受到影响 就是因为在我们 每一天的商业交流 我们做贸易的时候 是会牵涉起很多的 训阵 尤其是 法律的诉讼 一些 司法上的 9分 我这条片最后都会说的 哎呀 不妨在这里 插一个 插一些小广告 又在这里 说一下我以前 说中了什么 我不断 已经在这里 说了 这件事已经说了整年了 由2020 就开始说 除了肺的问题 接下来就会变种 就会变成一些 跟腸胃 泥土 污水有关的东西 这件事 旧的粉丝是可以帮我做一个证明的 而呢 我亦都在 就是有一次上怪谈 还有在我之后有些live 就是怪谈 卖部工房 怪谈2.0的那个节目 ok 那我已经是 开门见山 扎地有声这样去说 弹醉群 这三日子 那果然呢 炭醉群是 正在爆 ok 还有不是最近才爆 是在今年 不知道 我想 夏天那时候 已经开始爆了 在今年2021 ok 又是讲中了 跟着还有 早于 全球华人 那条片 那个直播 就是去年那个直播 我也都有说 今年的 火山爆发 是有很多 然后我那时候 给了一个 range ok 我记得好像五六月 我说到 那时候 一定会有一宗很大的 果然在干果 非洲的干果 那个山火 是直成大到 好像灭了一条村 ok 现在大家有看到 有些粉丝跟我分享 就说 在西班牙有油 还有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日本 鹿鱼岛附近 亦都是夏天开始爆爆爆 有个火山 然后那个火山 是一向不是 常常爆的 但是又是今年2021 现在在这里爆弄 ok 所以 大家真是 多点去follow我的片 还有 看完的可以去重看 这个亦都是一个很 common的practice 我很多粉丝都常说是重看我的片 还有最后再说多次了 多点分享给人 就功德无量 不单是帮自己 亦都是帮其他人的 每次水溢 见回旧人 这个已经是一个 就是common到不得了的现象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在 早于直成是9月1号 我在街上 见回我一个high school的 师兄 我之后都很高兴 然后呢 最搞笑呢 在最近 就是近这四五天左右 有天早上 很搞笑 我起床的时候 我发梦见到一个 都是high school的同学 但是他今次就是同学 同学的同学 然后 我发梦见到 他进行升降機 我碰到他 然后我问他 他正在做什么 然后 他说他选港者 然后我那时 起床之后 我就去whatsapp 然后再之后 我们加上其他朋友 还很快是约食饭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group的名字 是他制作的 叫做约食大茶饭 为什么我要特意去说这个 看似无关痛痒的东西呢 原来 吃饭 即是 跟饮食有关 亦都是我们今次 水平 不好意思 天平座 水翼 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OK 有关饮食的这个题目 我在最后 这条片的最后 又会讲一讲 除了以上的旧同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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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些更加神准的东西 大家是会遇到的 也都正如我 之前这样遇到的 又是 早前 早上个星期左右 有一个旧客 找回我 知不知道这个旧客 是救到什么时候的事情 吓死你 真是吓死你 登登登登 原来他上次找我 已经是2017年的事成 他就是在 今次 天平座水翼的这些 影响力的阶段 无端端就来找回我 那我就告诉大家 在 每一次水翼 大家会经常遇到救人 的这个同志 亦都因为今次是天平座的水翼 原来 你们会遇到很多的 一些过往跟你有 购买 销售 这些 有生意 商业关系的人 或者你的商业伙伴 你以前合作的 就是一些伙伴 或者是 伴侣 当然也说了 这些人 是会不停 遇见的 还有 还有 跟你有些 签过约 其实都是商业 有些 前业主 前租客 总之有这些 钱货关系的人 亦都 再说一次 呼应 我刚才都说 天平是货 什么 商业 贸易 总之有这些关系的人 都是会遇见的 除此之外 你的前妻前夫 你的前男女朋友 特别是你们不和地 离婚或者是分手的人 OK 还有那些 你以前 很贞的人 而且应该是贞到 出面了 实际 可能是公开去 罵个家 甚至是 牵涉到一些 打上法庭的 这些全部的人 来着 都会在你的生命里面 重现的 还有这个重现的方式 未必真的这么巧 你在街上见到他 或者 好像我的case 你发梦见到他 可能 是因为 有一些 法律诉讼 一些官司 终于有结果 所以法庭会将你们 拉回一起 去 搞定 以前的一些 过往的 麻烦事件 OK 总之 未来 会有一些法律的结果 是出到了 就不用再拖拖拉拉 搞这么久的 这些 官司的问题 所以 为什么我刚刚说了 前妻前夫 前男女朋友 尤其是 不和地分手的人 因为你不和分手 你才会容易搞定法庭 所以 原来 来后 法庭终于会有判决了 就去了结了你们 就是那个关系 所以 为什么呢 了结之前 也会把你们拉回一起 OK 所以好消息就是说 如果你 不幸地 捲入了一些 婚姓家 撫养权 或者一直 离婚都未得到许可的 这些船窝 搞好久呢 恭喜你了 接下来 应该有机会是可以 一次的 威劍 就和你去斩 这些 情思去的 抱歉 这个比喻用得不太好 因为 他不一定是 威劍斩 情思的 他不一定是你的 夫妇 前男女朋友 那些 他可以是 纯粹一些 你很真的人 OK 但总之 你们来到的关系 可以来到一个了断 不过呢 好有趣 好奇怪 好矛盾 一方面呢 有一些 法律的事情 就可以终于搞定了 一些之前的法律的事情 终于有结果了 但是同时 那个矛盾之处就是 同时 如果你有一些 ongoing的 法律诉讼 这些案件呢 但是他就会拖延 可能双方 抗辩双方 不是抗辩双方 就是告和被告双方 会就着一些 法律观点的事情 在那里争拗 或者那个官 判来判去都判不了 不断延期 或者一些证据 可能出问题 这就是矛盾之处 因为 其中一方面 是一些旧的事情 终于会解决 但是另一方面 一些进行中的事情 就会拖到 解决不了 所以 来到的法庭 全世界的一些 就是这些司法机构 会非常之忙 会有很多的法律诉讼 是进行的 亦都 遥拒呼应 解释了 为何我上个weekend 那个黑天鹅的影片 我最后留的那条尾巴 就是说 来到整个世界 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关系 会受到影响的 因为 大家是会重新 又是 卷入了 就是 会入了这些 心不有公门 正所谓 会卷入了这些 诉讼的地方 那是很麻烦的 不单止在司法世界 原来在商业世界 都是会发生这种矛盾大对决 即是什么呢 一些正常的事情 可能是一些 recruitment 不断在interview 会无端端停了 那个HR 就不找你了 你也都找的 他不回 但是呢 可能一些旧的 被遗忘了的事件 可能你以前见过一家公司 他不找你 但是他最近呢 又会找回你的 OK 之前明明说不请 现在又找回你 去做second interview 问你还有没有兴趣 所以这里呢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来的 所以对一些代业中的人士 这里就是悲喜交集了 因为 again 起的话就是 你旧的 你pitch不整个工的 那 来际可能会成事 但是 一些 ongoing的 你见着的工 就一直在拖拖拖 OK 打工仔以外 如果你自己是一些商业老板 那就是说 还讶 你 你商业说到一半 你商业说到一半 可能会被拖拖拖拖拖 但是一些旧的 你pitch不成的 一些生意 又会无端端教得成的 好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烦的矛盾 大对决呢 无论是司法世界 还是商业世界 OK 原来这个二元性的矛盾 就是 我们要归咎于 今星 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天蠍座 它是落陷於天蠍座 好了,不過更加深入,我就不特別去解釋了 另外,今次的水溢天秤,還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這件事是會很出很出的 一些舊的天秤座的人 會被拿出來說 我這裡要做一個很精進的定義 什麼叫天秤座的人呢? 聽說,這裡並不包括上星天秤座 但是,單凡 它是太陽天秤、月亮天秤和金星天秤 還有水星天秤 這四種天秤人 他們都會容易被人舊事重提 去翻舊帳,或者被人去緬懷 被人重新去說 再說一次 日、月、金、水、天秤的人 不是一定要四樣東西齊小 但總之,單凡 有日、月、金、水、天秤座的人 都會被人拿出來說 當然,如果他以前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會被人找回一些舊的黑材料 但如果是一些英雄偉人 人們會去歌頌他一番 OK? 而我以上所說的種種種種的事情 不是只有11月3日 而是整個11月3日 而是整個11月都會發生這件事 為什麼呢? 這是一個比較高階的占星的理論 我們古典占星才會說的一個現象 我可以拋磚引辱 但是我詳情不想說太多 免得大家有很多投訴 但是我講一點 你們有興趣就自己去做研究 這個呢 是正所謂的 我們叫做VIA Combustor VIA就是VIA 通過、透過、經過 Combustor就是 Combusta 大家有興趣自己去Google 因為呢 其實在現在水域開頭的時期 金星是落陷於天蠍座 我剛才說了 然後水星是發生向天秤座 而在古典占星裏面 天秤座和天蠍座 這兩個我夾著的星座 並不是好東西來的 我這裡無意冒犯任何人 我也不是說任何天秤座 天秤座和天蠍座的人 不是好人 但是為某些原因 有些星體落去天秤、天蠍座 不是一件好事 特別是月亮 但是在這裡 因為 因為這次水域天秤 水域就是講水星 然後天秤座的金星就是金星 他們兩個分別去了天秤和天蠍座 金星還要落陷於天蠍座 所以那個壞的影響力 它會透過一種加長時間去彰顯 所以為什麼這次水域的魚波 不是會去到我們剛剛在片頭看那個 Mercury Retrograde 那個桌子 去到11月3日 而是整個11月 都是會發生 我今天在整條片講 發生所有的亂象 這樣 我知道聽到這個時候 一定有很多天秤或天蠍座的人 就聽到牙蠍座 是很想打我 哎呀為什麼你說我們的星座不好 這樣 如果這個影片的反應好 反應好 如何為之反應好呢 不如就用上次的規則 300個留言 和1500個讚 我會去解釋一下 為什麼 這個 Wire Combustor 這個不良的現象 是發生在天蠍座 天蠍座 好了 除了以上不同種類的人之外 其實記不記得我最近講過什麼的人 OK 不單是日月金水天蠍座的人 還有那些什麼舊的敵人 前夫前妻 前男女朋友 有一些生意合作夥伴 錢銀關係的人 除了這些人會重新出現在你的生命裡面 原來還有很多物件 會是讓你找得回 包括什麼呢 包括一些舊的食物 我相信應該是發了毛 可能你會無端端收拾雪櫃 然後找到那個雪櫃 不知道裡面那個什麼冷凍箱的底 竟然有一個發了毛的朱古力 或者是不知道哪個底 找到一包聰明豆 那些東西 OK 有舊的食物 一些舊的化妝品 一些舊的金銀珠布 或者一些舊的很貴重的購物 一些貴價的東西 你會重新去找回他們 又或者一些舊的契約 以前去簽的那些結婚證書 或者簽的那些扭契 接下來會找回他們 尤其是結婚證書和扭契 你可以有很多的契約 但尤其是結婚證書和扭契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因為 金星 因為這次天秤座所益 天秤座的主星是金星 然後金星就是掌管以上我剛剛所說的全部東西 金星是食物 化妝品 衣服 一些很貴價的購物 合約 結婚 是 rule 這些東西 但是呢 一說到樓契 我正在想一個 就是細絲極恐 正所謂 我都常說 接下來那個樓市會有一些很大的波幅 你想想 如果很多人 要拋售那個樓 那你是不是也要去哪裏搞一些手續 去找回以前的樓契 所以你為什麼無神發誓要去找樓契 就是可能你要把你現在的樓去搞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裏的學是一個細絲極恐的原因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這裏的新聞 其實這個月餅在新疆出土 找到1400年前的這個月餅 to be fair 他就並不是最近才出土 其實他早於1972年才出土 to be fair 所以1972年就絕對跟今次那個水晶疫情添平座是沒有關係 不過不是 其實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不妨去找一下1972年 有沒有水晶疫情是發生在添平座 但是呢 我那個點是說什麼呢 但是這個月餅呢 是剛好最近 就是這段水晶天平的時候 然後呢 才成為了一個Hot Topic OK 根據我們尖星理論解釋 為什麼這個食物 會最近才成為一個Hot Topic 它是1972年出土 但是最近是受到熱議 而尾就是因為水晶疫情添平座 是吧 剛剛都說了 因為天平座的主星是金星 金星是掌管食物 OK 所以這些舊的食物呢 是會被人發掘出來的 OK 可能真的讓你找到這塊東西 這塊食物 或者在這個情況下 讓你重新去探討 一些舊的食物的議題 那 which呢 我們也可以引伸到說什麼呢 就是說 接下來可能會有很多懷舊食物 會在這個市面上推出 是的 一些懷舊食物 或者不知道 一些懷舊食物選舉大賽 可能你最喜歡 以前80年代哪個食物 就跟你說 不知道什麼芝麻卷 然後什麼飛機腩 丁丁糖 豬魚之類 最後呢 也講多一項搞笑的資訊給大家 聽多一次 因為金星呢 就是會管一些美容 珠寶 飲食 還有地產的東西 我想曾經都講過 是不是 物業那些東西 那所以在這些行業裡面 OK 做這些行業的人呢 來這樣小心 會有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遇到很多西客 或者你們 這個交易的過程 會有很多麻煩的事情 就會容易造就了一些敵人出來 然後就引起一些 引起一些爭辯 嚴重的話 真的會罵上法庭 即是有些司法的事情 搞出來 因為金星也都 剛剛講過 他也是 rule一些 法律 訴訟這些事情 所以在這裡 不妨跟大家 講一件最近的Hot Topic OK 在Facebook Group 你們去找一下 香港自助餐及放題集中討論區 你們去打這個事情 OK 你們去入群組 就會看看 最近有一宗鬧得熱烘烘的新聞 就是在 水溢天平座 這個影響力階段 發生的了 而這件事呢 也是上了新聞的 所以我知道這件事之後 作為一個有尖聲底的人 我很快就聞得出那個味道 啊 水溢天平在搞鬼了 好 所以最後祝大家 接下來 就是 小心 在這個 那麼 分亂的時期 發生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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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